抓到很正常的鞋 這隻是紅聖的北方呼喚趙蟹 它與黏性最大的分別 是它有一隻橙黃色的大鉗 幾乎與身體相當大 很容易就可以在紅樹林之間辨認到牠 而牠們的食物就是棗類和有機物 跟牠一起在丁國居住的 還有很多不同品種的蟹和貝殼類 例如有小塔羅和斑點兒上手蟹 牠們會催涉在紅樹林 沼澤高潮線附近的匿石區的石頭或樹葉下面 你猜猜我是誰 你問是孫婦達阿蟹 你問綠色的身體和兩隻紫色的蟹蟹 就最容易變形了 沒錯,我住在海邊的岩石上面 平時會以生物殘骸和碎屍作為食物 我經常都很喜歡躲在充滿蠔的大石下面 視察周圍的環境 在丁國的紅樹林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小洞 和沙丘 牠們都是由小蟹挖出來的 這些小洞不僅為牠們提供了一個休息的地方 更加增加了氧氣在泥土下的循環 促進有機物的分解 所謂物境天窄,適者生存 每一種生物都在生態系統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人類長期處於食物鏈的最頂層 不知不覺就忽視了大自然賦予我們的青山綠水 近年來香港的天然海岸 因為城市的急速發展而逐漸消失 就好像具有保育價值的龍美灘一樣 丁國紅樹林已經是其中一個為數不多的生態政府 不知道大家有願不願意共同守護這個自然美景 令人類和生物可以和系共存呢?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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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